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侧边的窗户洒进来 一试甜静和温暖 忽然叮铃铃的电话声响起 熟睡中的陈欣捅了捅身边的老公林杰 林杰半梦半醒中接起电话 安静的房间里 小姑子铃果的声音就那样 直接透过扬声器 传进陈欣的耳朵里 哥 我到车站了 你快来接我 陈欣一个机灵坐了起来 问道 林果儿来了 怎么没人告诉我她要来 林杰也坐了起来说道 我没来我家 还用给你包备啊 爸之前说果儿考上市里的高中了 估计是来报道的吧 陈欣没心情挑林杰画里的毛病 扭头看了一眼 依然在社熟的儿子林彦东 然后说道 那你快去接他吧 我在家陪儿子 回头报道的时候 咱们在一起送他 陈欣和林杰结婚三年 儿子林彦东两岁 这三年里 林果在老家读初中 公公要照顾林果 自己的爸妈做生意走不开 没人帮忙带孩子 于是生下东东以后 陈欣就辞职了在家带孩子 初期过得也很艰苦 林杰工资不高 一个月四千多块 除开要交房租 和一家三口日常花销 每个月还得寄钱回家 补贴妹妹读书的开销 陈欣为这 气也气过 闹也闹过 可是林杰就只有一句话 那是我亲妹妹 我能不管她 吵到最后 陈欣只能妥协 总不能为这把婚礼了 实在接不开锅的时候 陈欣就只有向父母求助 四说多了 陈欣父母发现 女儿日子过得艰难 就固定每月 补贴她两千块钱 陈欣也总算手里有钱 不再操心温饱问题 有了生活费 只要林杰按时交房租 陈欣也不再念叨林杰 给老家寄钱的问题 有时候遇上大的花销 陈欣钱不够 林杰也二话不说 便取钱给她 夫妻俩的日子 也逐渐开始和顺起来 只是对这个虚学鬼小姑子 陈欣便有那么几分 不大喜欢 不过终究一年 也见不了两回面 也不影响什么 从陈欣家到车站 差不多15分钟的车程 来回就是半个小时 陈欣不知道林果 有没有吃午饭 想了想便起床 准备炒个扫子 下碗面条 给林果震念肚子 面条一来快 二来省事 三来俗话说 上车饺子 下车面 林果这刚下车 吃面条也硬紧 肉切丁 香菇 土豆切丁 热油爆香葱姜蒜 下肉炒至微黄 加入香菇丁 土豆丁炒瘦后 再加入黄豆酱 出锅 陈欣炒好肉扫子后 又换锅水给烧上了 预备着 先把水给烧开 等林果进屋 就可以直接开始煮面条 烧水的功夫 陈欣把炒扫子的锅铲 给洗干净了 整水开始锅中卖泡 陈欣把火调小 然后便进屋去看东东 东东现在睡觉 正是不老实的时候 但离开稍微久一点 便容易掉床 进屋一看 东东果然已经睡横过来了 陈欣有些无奈 又宠溺地 笑着把东东抱回原位 正在这时 陈欣听见了门响的声音 他忙放好东东 调整了表情 笑着走了出去 一看果然是林杰 带着林果回来了 陈欣笑着说道 林果来了 吃饭了吗 我给你准备了炒子面 拿只林果一翻白眼说道 面有什么好吃的 哥 我要吃肯德鸡 林杰笑着看着林果 对陈欣说道 也好 大人东东 咱们一起去吃肯德鸡吧 陈欣在心里暗暗算计 三个大人一个孩子 就是自己少吃的 最少也要二百元 对这个家庭 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于是陈欣劝阻道 就在家吃吧 扫手都准备好了 何况东东也还没醒呢 林果不耐烦地 摇了摇林杰的手臂说道 哥 东东没醒就咱俩去呗 我都快饿死了 林杰竟也不反对 笑着说了声 好吧 便拉着林果转身往楼下走去 陈欣一时傻在了原地 耳边传来了林果的大喊声 嫂子 你把我衣服拿出来挂上 免得压皱了 陈欣却顾不得上委屈 因为屋里传来了 东东哭着喊妈妈的声音 等到兄妹俩再回家 已经是天擦黑的时候了 陈欣看着林果背上那个 马氏字母的双肩包 不由地望向了林杰 林杰看到陈欣的眼神 摸了摸鼻子 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果儿要上高中了 我给她买了个好一点的包 免同学笑话 配合着林杰的话 林果开心地背着包 转了两圈 喜自自说 嫂子 你看这包好不好看啊 能不好看吗 这个包陈欣可是细细念念 惦记了好久了 好看又能装东西 带孩子出门 一个包就能把东西都装下了 好看又实用 可是一直因为太贵了 舍不得买 只怕林杰知道这个品牌 还是你自己念到的结果吧 那个时候林杰怎么说的 对 他说好看是好看 可是四天多买个包 又不能吃又不能喝 多浪费钱 陈杰回忆着 记忆中林杰的模样和语气 曼条斯里就说道 好看是好看 可是四天多买个包 又不能吃又不能喝 多浪费钱 林果 却也不生气 只是翻个白眼说 这是我哥挣钱 他又愿意给我花 你管着吗 对吧哥 林杰也不答 林果儿的话 他大概也想起自己曾经说过的话 却不解释 只是对陈欣说道 果儿还是个孩子呢 你让着他点 林杰一边说 林果儿一边冲陈欣做了一个鬼恋 林杰笑着拍了林果儿的脑袋一下 林果儿忙笑着躲开 兄妹打闹成一片 这一刻陈欣只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多余的人 幸好东东敏锐地察觉到了妈妈的不开心 张开手跑过来扑到了妈妈的怀里 巴大一口亲在了陈欣脸上 这时候陈欣才觉得自己又有了温度了 林果儿也看到了东东 笑着喊道 东东来姑姑这里 东东和林果儿不熟 只是趴在了陈欣怀里扭头看了看他 别有转头和妈妈撒娇 林果有点不高兴了 对林杰喊道 哥 嫂子怎么带的东东啊 东东都不理我 转头又看见地上的行李箱 林果继续抱怨道 还有我的衣服 嫂子 你怎么不给我挂起来 压住了 同学会笑啊的 刚刚被东东抚平了心 再次开始冒火 潜心压着火气对林果说道 我和你哥租的房子就这么大 没地方挂了 过两天开学了 我帮你在宿舍挂起来吧 放心 到时候嫂子给你孕孕 不会皱的 为了省钱 陈欣和林杰租的这套房子 只有四十来平方 一室一厅 一个小厨房和一个卫生间 再没有多的地方 实之林果却说 我肯定要住在家里啊 我才不要住校 和一群不认识的人 挤在一个小屋子里 多不舒服 哥 你快安排一下 我住哪 林杰看到陈欣要吃人一般的眼神 到底还是顾及了一下她的感受 他来个哈哈说 放心 哥 这里还能缺你猪的地方 等一会儿我和你嫂子商量一下 饭后 林果在客厅里看电视 林杰 让林果看了点东东 然后拉着陈欣进来卧室 进了卧室 林杰对陈欣说 你也知道 我妈生果儿的时候难产去了 我爸要挣钱 果儿几乎就是我一手带大的 说她是我的半个女儿 也不为过 现在她上高中也就三年 住家里就住家里吧 你就别和她闹啊 陈欣眼睛一红说道 她是你半个女儿 东东还是你的儿子呢 东东都两岁多了 你带东东出去吃过一顿饭 林杰又摸了摸鼻子 唧唧地说道 今天不是好久没见到果儿的吗 开心呢 等下周末我一定带东东 也去吃一次肯德基 陈欣一冷哼了一声又说道 你想过没有 三家住这么大 哪有地方给给林果儿住 你是打算把我和东东赶出去 林杰说道 我合计把饭桌搬走 饭厅那个扑克小儿带人船 还能发下个小书桌 给果儿学习用 反正果儿白天上学吃食堂 我白天上班 也就一顿晚饭 咱们在茶几上将就一下就是了 陈欣一听这话 坚决地喊道 不行 当初租这个房子 陈欣一眼看中的 就是那个潮汐的独立小饭厅 一家三口在落日余会中 共进晚餐 陈欣觉得这是自己 乱麻一样的生活当中 唯一的安慰 陈欣还要再说话 突然听见东东尖锐的哭喊声 陈欣忙冲出房门 只见东东跌坐在茶截标 一个杯子打翻在茶截上 杯子里的水冒出蒸腾的热气 东东的脚背上全是大泡 陈欣一见只觉得 心如撕裂般的铜 他一把抱起了东东喊道 陈欣你把开水放茶截上做什么 叫你看着东东你怎么看呢 陈欣挖的一声哭了起来 不到林杰怀里说 嫂子骂我 我又不是故意的 陈欣这时候呢 也顾不上再说什么了 在卫生间一边用凉水 给东东冲脚 一边冲林杰大喊 快去医院 到医院后 东东已经哭得嗓子都哑了 陈欣只觉得心如刀脚 眼泪也是止不住的流 医生做完处理 开了消炎药 因为东东太小 医生建议最好住院 留关三天 免得伤口感染发烧 当即夫妻分工 林杰回家取必须的用品 陈欣办了住院手续 后半夜 东东哭得昏睡了过去 林杰见东东睡了 在排护床上 迷迷糊糊的也就睡了 只有陈欣睁着眼 看着东东流泪到天亮 三天的时间能一晃而过 这三天陈欣全心跑到了医院里 林杰要上班 就每天下班来了 待一会儿搭把手 幸好现在医院也方便 一日三餐都有餐车 推到病房门口叫卖 虽然味道一般 但吃饱还是没有问题的 只有林果一次面都没有漏过 三天后 林杰请了半天的假 接了陈欣和东东回家 一推开门 只看见那个温馨的小饭厅 已经不在了 靠墙放了一张单人床 靠窗放了一个书桌 陈欣在心里塌了口气 看来这三天 林杰还真是没闲着 又是上班又是跑医院 还有空给林果 把住的地方给布置出来了 木一成舟 陈欣只觉得身心疲惫 抱着东东静止回了卧室 林果坐在小床边 目光里有三分挑衅 三分愧疚 三分害怕 想说什么 最后长了张嘴 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陈欣小心地把东东放到床上 然后回头 对跟在身后的林杰问道 你身上还有多少钱 赚两千给我 东东没奶粉了 我身上也没有生活费了 林杰奇怪地问 你妈不是才给你钱了 这么快就花完了 陈欣瞪了一眼 林杰说道 在医院全花光了 这几天吃着喝的 还有住院费 哪样不失钱 林杰低下了头 说道 我身上也没钱了 陈欣奇怪地问 你的公司除了交房租和给老家寄 其他钱都存了下来 钱呢 去哪了 给果儿买桌 卖床 衣服 昨晚 他看上一款手机 我看 钱不够 没想那么多 就给他买了 现在只剩几百块了 陈欣难以置信地 看了林杰好一会儿 半吼着说道 你儿子 要吃不上饭了 你妹妹却有新包包 新衣服 新书桌 新手机 好一个掌兄如父啊 林杰也不高兴地说 我哪想到你花钱那么快 你妈才给你的生活费就没有了 陈欣喊道 林杰 你有没有良心 不是你妹 东东会进医院 林杰却不认可说 她一个小孩子 哪里会带孩子 东东躺伤了 你往他身上赖什么 陈欣还要再吵 这时东东却大哭起来 他只能赶紧回头 抱起东东安抚道 对不起 都是妈妈声音太大了 笑到宝宝了 宝宝不怕 等安抚好东东 陈欣也不想再吵了 说道 算了 还有几百 先给我对付几天吧 再有一个星期 你就发工资了 到时候你再给我生活费 林杰却愈然拒绝 不行 这个月的工资 除了交房租 剩下的得给我 交学费和生活费 林果的生活费和学费 你也要交 你爸一分钱不出 我爸前几年 为了供我们兄妹俩生活 到处打工 身体劳损得厉害呀 这两年呢 他挣的钱还不够他吃药的 哪有钱给果儿交学费吗 所以 林果以后 就要我们养着了 连续三天在医院 提心吊胆 日夜操劳 这会儿在一受这样的刺激 陈欣说完这句话后 眼天一黑 晕了过去 等陈欣再醒过来的时候 闻到了一股白粥的香味 林杰这是笑容满面的 等着一碗粥走进来说道 老婆 这几天你太累了 都晕倒了 快喝点粥不 这粥呢 还是果儿熬的呢 我都不知道果儿都会熬粥了 陈欣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比起自己的暴脾气 其实大多数时候 这个男人都是温和忍让的 而且既没有坏毛病 也从来不挑剔 当初自己看上的 不就是他这一点吗 陈欣有个闺蜜 嫁了个暴脾气的男人 虽然物质生活比比自己宽裕 可是天天家里像战场 那样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 想到这里 陈欣说道 加上邻果 现在你的工资要养我们四个人 你对邻果不可以再无底线的 什么要求都满足了 林杰坐在床边 把粥递给陈欣 然后说道 老婆 这几年我都不在过儿身边 她一个小姑娘 又要学习 又要照顾自己 我现在就是想尽力补偿一下她 陈欣接过粥 认真地看着林杰 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要搞清楚 要邻果是你爸的责任 不是你的 我爸现在的情况 你又不是不清楚 何况长胸有无腹 我养果也是应该的呀 陈欣心中的幻影破灭 挣扎地问道 那你认为我和东东要怎么办呢 吃什么 喝什么 林杰不以为然地说道 你妈不是会补贴你钱吗 这个月是情况特殊 平时两千 你们不是基本都够用了吗 陈欣绝望地说道 养老婆孩子 难道不是你的责任 如果我和东东就靠我爸妈养 要你干嘛 林杰 我们离婚吧 一听陈欣说离婚 林杰这下是真的慌了 毕竟他也不是一点都不爱陈欣 何况东东还是他的亲生儿子 林杰哀求道 老婆 别生气了 以后我都注意一点 不给果儿乱买东西了吗 陈欣也不是真想离婚 看林杰服软了 也就顺着台阶说 行 那你公司卡以后交给我保管 你放心 该灵果花的 我一分钱不亏待他 林杰也几番挣扎 看陈欣态度僵绝 最后还是同意了 次日 陈欣父母过来看望东东 听说了这边的情况 走的时候 陈欣妈妈留给他一千块钱 然后说道 这千给你应急 傻女儿 过日子不能只盯着眼前这点平顺 以后东东上学需要钱 你们也不能一辈子租房子 你还是要为长远考虑呀 母亲走后 陈欣捏了钱羞愧地哭了起来 人家女儿长大了都是回馈父母 只有自己 不仅要啃老 还要父母跟着操心 接下来的日子过得一言难尽 白天的日子还算清静 林果上学 林杰上班 陈欣和东东自得其乐 晚上就热闹了 今天林果嫌陈欣做的饭不好吃 明天林果说陈欣没把衣服洗干净 后天林果说陈欣带不好东东 炒得他做作业了 没到这时候 林杰总是义无反顾地支持林果 对陈欣只有一句 长嫂如母啊 你让着他点 放后兄妹 或者是一起看电视 或者是牵手散步 或者是一个做作业 一个辅导 闻心的不能再问心 每每这时候 陈欣都是有苦笑 这算什么呢 带孩子洗衣做饭的保姆吗 陈欣不是没有提出异议 可是林杰总是那么轻飘飘的一句 你怎么还和一个孩子正风吃醋 长胸如腹 我和果儿好 那是应该的 孩子 15岁的孩子 呵呵 这时候呢 陈欣才开始认真的思考 难道自己真的 就要一辈子 和这对没有接线的兄妹 搅合在一起 是啊 确实如母亲说的 不能只看着眼前 要考虑长远呢 第二个月 当林杰工资 再发下来的时候 除了交房租 陈欣果断地给东东 报了小区里的一个托管包 2000块钱一个月的托管费 500元一个月的生活费 刚好工资全花光 然后陈欣立马开始找工作 和社会脱节两年 加上要送东东 以及预防东东生病等特殊情况 最后陈欣找了一份保险销售的工作 时间灵活 相对自由 母亲听说陈欣开始工作 立马表达了大力支持 当即给自己老两口 还有东东 一人购买了一份重疾保险 首日开张大吉 虽然是资保单 却是享受到了公司的提成和奖励 加上底薪 陈欣算了算 这个月最少能拿到3000以上的公司 之后的日子 林果林杰每天早出晚归 陈欣等他们出门后 送东东去托管包 白天拜访客户 晚上踩着点 在他们回家之前 接回东东家做好晚饭 林果林杰竟然谁也没有发现 陈欣开始工作了 只是晚饭的质量开始大幅度的下降 不是面条就是饺子 衣服也不再手洗 变成了全部扔洗一洗 林果抱怨了数次后 林杰也开始表示不满意 陈欣也不解释 吃了饭就抱着东东回屋了 东东在床上玩 陈欣在一旁分析客户的特点 正好也不用看见兄妹俩腻歪 眼不见心不烦 一个月的辛劳果然没有白费 后面陈欣又迈出去 一份少儿重极险和一笔理财险 当有工资值破五千 拿到工资的时候呢 陈欣开启的只跳起来了 不过陈欣也知道 如果没有母亲的三笔保单 是拿不到这么高工资的 自己还得努力 正好林杰其两天也发工资了 陈欣想了想 还是用林杰的工资 交了房租 和东东次月的出管费和生活费 说来也巧 交完这些费用的当天晚上 林杰便对陈欣说 老婆公资卡给我用用 我取一千块钱给过儿 干嘛用 陈欣问道 林杰没好气的说 买吃的呀 学校食堂不好吃 你成家在家闲 又不做饭 敬给他吃面条 那能营养吗 陈欣也不甘示弱的反击道 猪蹄他说腻 排骨他说赛牙 顿鸡他说没有老家的土鸡香 不吃面条吃什么 林杰意识语色 说道你哥哥孩子一般见识什么呀 快把工资卡给我 陈欣翻出工资卡 扔给林杰说道 卡给你也没有 里面没钱了 钱呢 这次轮到林杰 不可置信的问 我给东东报了个托管班 钱交托管费了 上个月我找了份工作 开始上班了 陈欣三分淡然 三分忐忑的说道 林杰一下子握起了圈头 清津抱起口道 这么大事你们跟我商量 你跟林果买包买手机 拆了饭店给他做卧室的时候 不也没跟我商量 陈欣眼皮 抬都没抬都说道 林杰 手握起了松 松了又握 最后说道 既然上班了 你总该发工资了 取一千块钱给我 陈欣犹豫了一下 他心想 如果林果要是买书等 正当动图 去点钱给他也无妨 可是学校有食堂 家里有饺子面条 为了享受口腹之欲 这钱就不能给 于是陈欣说道 第一个月上班业绩不好 只有几百块钱底薪 充做生活费了 对了 我要开始上班了 我妈以后就不补贴给我们了 林杰一听暴怒 那你上什么班 一月挣的还没你妈给的多 东东还得额外花图管费 那你见过谁一开始就挣几大钱呢 我两年多没上班了 不得慢慢积累经验 看着陈欣坚决的态度 林杰呢 最终垂下了头 夫妻不慌而散 第二天陈欣在林杰的衣兜里 看到了一张卖水的收取 一下子心凉了个头 这个自己的忍边人 为了妹妹的口腹之余 可以去卖水 这一次陈欣彻底坚定了离开的心 转眼半年过去 林杰从那天拿回工资卡以后 就再也没有交给陈欣 但幸好 每月房租林杰还是按时在小 托管费她也同意 一月出一签 剩下的部分 陈欣自己补齐 既然挑明了再上班了 陈欣也就不再躲着兄妹俩 晚出早归 索性托管班三餐两点都有 除开接送与陪伴东东 和必要的家务 其他时间她就全力以赴的 开发客户与维护客户关系上 陈欣形象不错 嘴巴也会说 又肯努力 加之 现在人们的保险意识越来越高 这半年 虽然没有父母资助 却能 每个月卖出去好几单 每个月工资几乎 都不低于五千元 有的时候甚至更高 看着工资卡里 逐渐丰厚的扣款 陈欣想 是到自己的离开的时候了 又是一个大晴天的周末 吃早饭时 林杰说 果儿最近学习辛苦 今天我带她去游乐场 玩点放松一下吧 陈欣无喜无贝 只是淡淡的说 好 林杰又说 要不你带着东东也一起去 东东还没有去过游乐场呢 陈欣还没有说话 林果儿便说道 哥 带东东干嘛 一会儿要抱 一会儿要喝奶的 多麻烦 让嫂子在家带东东 咱俩去呗 林杰想也没有想 答道 好吧 那老婆你在家带孩子 陈欣依然无喜无悲 淡淡的说 好 收尾俩走后呢 陈欣看着从侧边窗户 洒过来的阳光 一边在卧室收拾东西 一边想 似乎大半年前 林果儿刚来的那天 也是这样的行天 虽然没有想到林果儿的到来 会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 但陈欣却发肆内心地感谢她 感谢她让自己 看清了林杰这个男人 感谢她促使了自己的改变 不然自己肯定还窝在这个小房子里 带孩子做家务 守着眼前的那一点小安宁 以为就是永久 这个家里自己能再赌的东西 真的是很少 除了上班之后 添了几劲 见客户的衣服 其他的 都是什么呢 廉价的护肤品 几球的旧衣服 摸着发毛的双肩包 陈欣苦笑着 把这些东西都装进了行李箱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 离婚协议书 房子查几上 一手拖着行李箱 一手牵起东东 退远不回地 离开这个曾经以为是家的地方 陈欣重新租了一套房子 有明亮的卧室和温馨的小饭厅 就在离自己父母不远的地方 偶尔加班 自己父母晚上 也可以帮着照应一二 灯东很喜欢外公外婆 也很喜欢新的图馆包 离婚两年后 陈欣的身边出现了新的追求者 对方万分殷勤 不过他不着急答应 这次他可要擦亮眼镜 免得又挑错了人 偶然的一个机会 陈欣听说 林杰为了灵果打伤了人 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半 现在还在监狱里没有出来 陈欣听后 点了点头 却什么也没说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서